今天是2024年的2月8号 是小年夜 我是珍妮佛 我是永健 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学生永健 来录制与珍妮佛老师说说 星途里的相位人生 然后永健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为什么会邀请你来做录制的学员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学习占星时间也很长的 然后可能通过这么长时间跟老师的接触 我在朋友圈不停的发动态 也有跟老师很多的互动啊 通过占星也和老师有很多的一些交流 上过老师的这个线上的课程 所以相互之间都有一些了解了吧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些年来 我真的在你的成长历程里面 看到你有很大的进展 而今天呢又很刚好 今天是小年夜 也就是说过完明天 后天又是一个新的甲城农年 又是一个新的一年 我今天要跟你谈的主题 我觉得特别的是励志 尤其是对年轻的世代来讲 我觉得你是在学生里面 相当具有一个励志的版本 所以呢邀请你今天来做对谈 然后今天主要想要跟你谈谈 就是说你自己是太阳跟土星 合像人马座 可是是落在十二宫 不过在跟你聊这个主题之前 我觉得你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你要不要说一说你的名字 是永健 就永远的天行健 那个健 健康的健 那你对这个名字 你的体会是什么 这个名字 它其实是我的藏传佛教的 上师给我起的藏文名字 就是单真永健 这样一个中文发音 然后他起完这个名字 说是希望我这个身体健康 心灵也健康 永远健健康康的 这样一个意思 那你觉得你觉得你这些年来 就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活出这个名字的意义跟祝福 我觉得 我虽然现在身体还有一些小小的弱 但是我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 我当然有受到这个上天的祝福 来自于上天的祝福 来自于佛教师父的祝福 乃至于来自于占星的这样一些心灵成长上 这样一些十二宫代表的意义上的一些很多的加持 很多的祝福 所以我认为我应该是能不付这个名字的 那我们现在切入主题 谈一谈你自己是太阳跟土星人马座落在十二宫 然后因为十二宫是一个 尤其是对很多学习星象学这门知识人来讲 只要行星落在十二宫 很多人都懵了 都很难理解说 到底这个行星落入的这个宫位 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宫位里面 在十二宫里面以行星的星座来呈现这个行星的动能 那你要不要谈一谈你自己的这个体悟是一些什么 首先太阳它是有三例学说 一个人的权力能力和精力 就是日月水火金尤其是太阳 当然是在生命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头戏 尤其如果是和土星合相 因为土星是代表一个人的业力 他是时间之神 老师在学理里面所说的呢 就是在宫位的场景 也就是在我十二宫的场景里 他扮演一个就是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的一个个人的信念 有这样一个个人的信念 然后我会这样去做 那么土星我对大家理解 他在学历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行星 代表一个人的业力 所以从小到大 我觉得尤其是童年 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的阴郁的 但是就是三十岁之前的时候 就二十九岁半之前 我没有接触过占星学 我能体会到的最直观的词语来说 就是好像是浑浊的大梦一场 为什么像是梦啊 因为毕竟是十二宫嘛 那个时候我有很多说不清道路明的 这样一个阴霾的感觉 那我太阳是一个呢 就是男性父亲的一个角色形象嘛 父亲的他对我的这个感觉 给我带来的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教父式的 一个牧师形象 他是对我有很多的精神灌输啊 比如说在我小小的年代 就是年纪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 这个道可道也非常道也 就让我背这些东西 就是三岁四岁来说 其实可能一个人都根本不懂什么教道啊 当然他会这样对我有一些精神灌输 对我那个时候来说 还是就是有一些压抑 有一些怪异 因为我接受不了 也就是说对一个同年的 同志的孩子来讲 就是你的日土和像在人马座 落在十二宫 对你来讲太沉重了 对不对 对 而且就是跟我的心灵来说 我觉得是格格不入的 那个落差高差那个太大了 所以给我带来的感觉 它不是一种说非常春风和煦啊 温暖啊 阳光啊 这样一些感觉 而是一种就是渗透感 一种道德的渗透 和一种我的这种承受 所以从小来说 我学到的 就是感受到的最主要的人格品质 它不是说一种文字上的一种教诲 那些道可道非常道 那些文字 我其实都不太记得住 但是我就记得一种感受 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种 默默的这种精神上的承受 那当然太阳 它也代表了这个 我男性的一些重要的人际对象 26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情感变故嘛 因为我是女性 那我遇到这些男性的对象 可能就是我男朋友啊 之类的 所以我对于恋爱的这个 也是非常执着 当然有一部分 很大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敏金和像在天蝎座 但是另外一个助推器 就是我的日土和像在人马 都是在十二宫的 所以我容易为了 我生命当中的重要的男性人际对象 会丧失自己的个人意志 个人主权 所以那个时候 我当时反思的就是说 我觉得轮回真的很长 我的未来还很远很远 如果说我这样为一个男人 非常流泪的话 那我的眼泪永远也是流不完的 那我要去怎样面对以后的 这么多的人生课题 我该怎么办 所以当时我的选择 就是也是选择了非常日土和像在 人马座在十二宫的这个方式 我想要结束掉这个人生的业力 人生的课题 我就是选择了一种 就是但凡我能背 背什么样的佛经 只要是我能看得进去的佛经 我就拼命地把它背下来 所以我就这样背 每天都要背好几个小时 那你当时在背那些佛经的时候 你懂得那个佛经里面的意理吗 我就是不懂 不懂 虽然不懂 但是你就生吞活泼地 把它背下来就对了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它是精子 我只要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感觉 当时的佛经对于你来讲 就很像你是你自己十二宫灵魂的鸡汤 对对 我觉得它是我的补品 营养品是我的救赎 然后我就每天给自己填鸭式的背 然后就这样今年累月的背 然后背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说脑子里面就乱了 我就觉得怎么一个字都塞不进去了 我就觉得好像是没有救了一样 没有解药了 因为背了这么长时间 我的痛苦虽然是减少了一些 但是好像没有彻底地解决到那个根本的问题 我就去 又要去向我的这个佛教上师进行一些请谓 我说怎么回事 我又该怎么办 那上师就跟我讲 说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一直到生命结束 你再也不要去读任何一本佛教书 那当时他这样跟你讲 你懂不懂为什么上师是这样告诉你的 我当然不懂 那你现在懂了吗 我当然不懂 你现在能懂吗 我现在懂了 我现在懂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反正也看不进去了 上师也这么说了 所以我当然就停止了对很多文字向的追逐 然后我后来又接触了占星学 因为这样有时间就相当于空出来了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 我就接触了占星学 开始了对自己生命念头的这个觉察和觉知 我当时慢慢慢慢地才体悟到 其实精神解脱的尽头绝对不是文字 它是要尽情地去体验一个真实的生命 尽情地去体验生活 掩盖之下的生命的底色 因为如果说没有真实的体验 没有真实的觉察 就不会了解什么叫真实的修行 如果说没有对生活的这种了解 就不会去了解什么叫佛陀说的苦和苦的尽头 这就是我对于他的一个理解 今年是2024年了 当你自己回过 你回头看 看那个当年 你大概是29岁那一年嘛 你来报课学 星象学 那么你觉得经过了这些年 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是哪些呢 当时在报名占星学的时候 正好就处在这个读书 就是放弃了文字之后 然后我对于生活开始体察的这样一个交接点 所以这个占星学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 然后就像六祖谈经里面所说的 就是佛说一切法 未读一切心 既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占星学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把钥匙 可以打开我 可以觉知自己心念大门的这样一种 一种重要的法器 那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说我不了解自己的心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什么叫佛法 对不对 那所以在占星学这个课堂上 我越来越进入这个占星学的课堂 我就越能体悟到这样一种魅力 然后因为老师的这个课程和其他的课程 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是它是每一个驸马都解构得非常的详细 行星 星宫 星座 星像 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会拆解开来 所以当我进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 它是开始一个抽丝剥茧的去了解自己这个的心性 这个习性的这样一个一个整个的一个一个觉察过程 所以当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就不停的在回想啊 这个每个故事里面我发生的是什么 正面的我是什么 负面的我是什么 我尽可能的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去客观的给自己造剧 造完剧之后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再回看自己做的事情 我发现 我发现真的是 原来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当在这个课堂上 我是一个生命非常热情的演绎者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冷眼旁观者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变得更加客观 更加抽离 更加的可以去清晰的了解自己 可以客观的了解自己和身边所有的人 我觉得我开始能能做到无愧于心了 所以这个是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成长的意义 那那个时候就是占星的时候 我发了朋友圈我非常激动啊 然后我说我给别人占星了 怎么样怎么样 今天别人说啊 好整啊 我好有这种成就感 然后被我的这个上师 就是佛教的上师就看到了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一个智者 非常忙 但是他当他看到我的这个朋友圈的时候 他特地给我发来的祝福 发来的鼓励 就是让我一定要好好坚持 学习这门学问 然后你知道吗 这又是一个就是日土合相 在人马做这样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权威的精神上 是又在给我的学习 加一个助推器 就是让我一定要坚持学习 接下来我也很想了解啊 就是说你自己在学 星相学这门知识的一个过程里 你觉得你自己在无形当中的 那个改变是些什么 刚刚其实提到了一部分 就是一方面我是觉得 自己更加客观 更加抽一 然后更加的去能够平心静气的来 客观的评价自己 然后客观的评价自己和身边人的互动 客观的去看待周围的人的这些情绪起伏 所以我能做到更加的无愧于心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提到的 就是说我会了解到 原来自己日土在人马是有一个 在观念里面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刻板性 就是常常是非常自闭的 自闭于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三观 没有弹性也没有包容 当我认为它是一个权威的时候 我会我会盲从 当我认为别人不是权威的时候 我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权威 然后不接受任何的外界的这种商量和讨论 不接受外面的讯息 然后我开始反省到自己这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常常自己是正确的嘛 也不见得 那这个时候当我通过占星学这个手段 来了解到自己这一点的时候 我发现当我清晰的觉察的时候 心就开始慢慢变得透气了 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雷诺曼里面的这种花园牌 就开始可以有一些敞开 有一些交流 可以有一些开心 有一些交心 可以进入到自己的心田的时候 可以进入到自己的心田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开始变得有一些 让我感觉到有一些人情味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土星在十二宫 这样一个灵魂枷锁 灵魂城墙里面 能感受到的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阳光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感觉可不可以说 原来那个很沉重的灵魂枷锁 似乎慢慢的松绑了 对 对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有一些解脱了 就是这个解脱的味道 然后你有没有 当你自己在心事上 有这样的成长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你比较能够懂得当年 那个你在三四岁 你爸爸就跟你讲 道可道非常道 他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对 对 那是他觉得就是 那个是传承上的一些 他觉得就算模小 但是那是一个传承加持 在于他来讲 然后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 道统的这种传播 能够在我小小的心事当中 有一些跟正苗红的一种成长 是啊 而且我也记得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也曾经很 应该是说你也曾经 扛复着一个很沉重的使命 就是你爸爸希望你能够把这个中医 给传承下来 可是你曾经有过质疑 对吧 对 那个时候跟老师也有沟通过 我那个时候我在说 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 如此的强大 如此的发达 我也看到比如说 现在有各种电场疗法 当时跟老师进去上学 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一下中医 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的疗法 其实我觉得比中医 好像来的速度更加的快 更加的好 为什么还要再坚持学习中医呢 有这样一种念头冒出来 但是老师就是说 我的日土合相 既然是在十二宫 而且是有很多的 也有很多祝福相位 跟我南北交有一个好相位 那还是应该就是坚持要传承 这样把父亲的一个角色 像就是像神灵一样 就是放在自己的心里 一定是能得到一些 就是怎么说 这应该就是我去坚持的一种使命 这样会更好一些 另外就是说 你记不记得在你的学习期间 我曾经跟你说 你不要太盲信于 你的所谓的心灵上的上师 然后印象中 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有点不服气的 对吧 因为你知道 日土合相在十二宫的我来说 男性上师的权威 在我的心灵当中 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珍妮宝老师 我觉得我跟你才交流几年 或者说怎么样 你怎么可以挑战我的权威了 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我课堂上 我是呃呃啊啊 然后就过去了 因为我心里面还是一万个不服气的 嗯 但是嗯 其实半年 当时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到 我就觉得哎 老师还是 老师还是老师 姜还是老的啦 嗯 我觉得事实上 嗯 到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说 不认为说我的佛教上是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心盘上映照出来这个事实来说的话 我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的内心来说 我从后面的这个反观自问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迷信和自大的一个愚民的角色 嗯 因为他和木星有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客项嘛 如果是日木 然后又是又是射手座和这个木星的课的话 它是极度膨胀 而且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极权主义 就是在理念上上是一个强烈的极权主义者 所以我在吸收到不管是来自于佛经也好 还是上师也好 乃至于占星学也好 就是经过自己的这个 这样一些扭曲和重塑以后 他对我来说所有的话都已经不是一个真相了 我觉得学习佳经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就是每一件事 每一句话 他有没有被我自己的一些 负面的一些特质给扭曲过 重塑过 从而歪曲了这个真相 歪曲了我去接收到很多的真实的讯息 所以事实上也就是说 并不是你的佛教上师有问题 而是你自己在接收上 你自己在接收上你赋予的 你赋予的这个所谓的膨胀 你赋予的所谓的至高无上 对吧 对 对 我觉得当我聊起来这个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可爱多了 那另外就说坊间 坊间有一些反正只要是 讲到人马座的时候 都会用所谓的乐观啦 开朗啦 真诚啦 然后体验啦 不计较个人得失 幸运这一类的 来描述人马座 可是因为你自己作为一个太阳人马 土星人马 合向在十二宫的人 你要不要说一说 你自己那种叫做 你是用你自己的生命 生命去参与 去演出 去接收人马座的这个能量 那你会怎么形容它 其实以前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词 我觉得好像似乎又符合又不符合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提到 其实很多童年的时候 给我的感受 还是非常的阴郁 非常的阴霾的 所以这些词 但是又有一种很大的一种亢奋 因为我觉得常常 我也是把笑容挂在嘴上 所以这些词又像我又不像 但是在学习了真正的这个占星学之后 我才明白 就是要去抓这个核心词 那人马座它属于一个火象星座 和九宫对应 然后和木星对应 然后它代表的一个是高低差 代表一个距离 时空的一个时间距离 或者是空间距离 那我现在对它的体悟就是说 如果说自己每天想要的这种东西 我所追求的这个目标 其实都不是现在自己当下的东西 都离自己距离很遥远 不管是要跨越时间距离也好 还是空间距离也好 那这个人当下怎么可能是真正满足的呢 所以人马座 我自己体验到的这个感觉 它描述的这个快乐 对我来说这个感觉实际上是 类似于亢奋 而不是真正的开心 因为开心 它是当下就能感觉到这个满足感 就是知足常乐的一种感觉 但是亢奋 它是把精神的信仰去化作行动的体验 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在我的这个极度亢奋 每天的极度亢奋的这个情绪之下 我现在学了占心学之后 我一直在去体验这个事情 就努力去理解这种亢奋之下 掩藏的不快乐 因为毕竟它有一颗大土星 就是也是在十二宫 灵魂上就是好像有一把 难以解开的锁一样 有一个城墙一样 那就是从 轮回占心学的角度解释来说 前世可能是做过这个精神权威 而且是用过洗脑的方式 去和别人的 去给别人的灵魂去上过锁 所以去压抑过别人的灵魂 别人的信仰 所以精神金是这样一种代偿 用这样的一种阴霾的感觉 来进行一种偿还 所以我在学习了占心学之后 一直也是在忏悔 自己现在类似的一些行为模式 和心理念头 这样一种都会习性 一直有进行忏悔 你不断地用一个阴霾的这个字眼 来形容你自己这个日土 人马合相在十二宫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可能如果我们换个形容词 也许会比阴霾来得更适切 应该是说沉重 一种你想要的自由 可是你得不到那个自由 因为得不到那个自由 而又没有办法超越现况 所以感到灵魂的沉重 对 就是这样一种 就是被束缚的感觉 好像是带来一把十字叉 对 然后因为是在十二宫 你又很难用言语去倒断它 你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它 所以你才会说 好像是很阴霾 对吧 对对对 就好像有乌鱼笼装 这种感觉 然后其实是一种沉重 那我就是在 就是今年 就是不是今年 是2023年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 铺天盖地都是有那种 巴以战争的信息 然后百度上都看得到 董音音上也看得到 然后我再去了解那些图片 信息 看到那些场景 我再突然一下子就 想过一个面团 这就是 这就是隐含在 人马座阴影里面的 一些恐怖之处 就是房间 它市面上都会说 天蝎座怎么可怕 处女座怎么可怕 然后说天蝎座 非常的附黑 非常的可怕 但是从我们的 这个专心学来说 其实每一个星座 都有它的这个正面特质 和负面特质 那人马座 它是被冠以很多的 这个正面的 词汇的描述 乐观啊 坚强啊 带人怎么怎么慷慨 但是人马座 它是在天蝎座之后的 作为天蝎座 下一个星座 我其实一直在考虑 它的负面特质是什么 在它作恶的时候 这个杀伤力和手段 肯定是比天蝎 一定要来的强 然后在看到 这一则新闻之后 我就突然了解到 就是当精神上的信仰 被强加为 就是只要 我只要让你们相信 你就是上帝之子 就能让你心甘情愿地 沦为杀人如麻的武器和工具 给你冠以信仰 你生在了这个地方 生来就接受 这样一个精神信仰 再给你点一把火 种族文化的仇恨之火 非我族类 其心地义 虽缘可诛 等等的一些 一系列的这个洗脑 我觉得这 原来 这个 我真的是有非常强烈的 这种感觉 就是这就是典型的 极端的这个 人马做的手段 以神的名 开人间地狱之门 就是用宗教和信仰 作为掌权者的暴力 和贪婪的借口 然后不但让你去 心甘情愿地陷入 痛苦的战乱 而且让你知道战死 都还相信 自己是在为神而战 而且还觉得 就是来世还很光明 天哪 就是就是这种笑眯眯的 去赴死的感觉 让我觉得不寒而离 然后对 在历史上 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十字军东征的 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它也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人马做手段的案例 就我发现 就是巴以战争的场景 和梦里的自己 真的是非常的相似 就是精神信仰 真的也是可以杀人的 这战争已经告诉了一切 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 一个日土合像 在人马做 在十二宫的人来说的时候 非常要实时以此自行 我觉得这是 今年这是我最大的一个体悟 你就是说 你自己的个人自由意志 如果你赋予了 这个所谓你个人的 精神上的信仰的时候 它可能就成为 强加在他人身上的一种沙发 对 沙发 好 接下来就是 也想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 进入星相学这门知识 到目前为止 大概前后也十年了 应该有十年了吧 有 那你现在呢 随着人生角色的这个变化 你也为人妻 你也为人母 那你要不要说说 你的现况啊 当时刚刚学习 战争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三十岁不道 正好是土星回归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是 刚刚是完成了一个 人生大事 就是我不再去背佛经了 然后远离了这个文字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 生活当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绝对是一个 对于十二工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大事 因为它是一个远离文字的 一个文字的 在我精神上的结束 然后是真正的觉察 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是从 结束了这个佛经 然后开始了占星 然后在学习占星的时候 我的答案也是 渐渐渐渐渐的清晰了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通过占星学的方法 来了解啊 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微笑 和眼泪都是什么味道 那个时候就是 还参加了真正的佛老师的 透彻塔罗牌的这样一个课程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第一堂课是抽 五年五年的这样一个生命旅程 然后再抽未来的一个 一个排阵 我抽到的未来的对应的是 这个林浩宇的排 对应符号是天王星 然后我觉得我是 很愿意用这个 日土人马座的认真和严谨 去了解 让时间停止的智慧 因为对于我来说 人马座的浮动不安 是因为对各种距离的 无名和迷惑 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去让这些距离停下来 去做一个就是 与世界为敌的 眼里有光 心里有爱的人 然后现在我是快四十岁 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完成了一些 对于我来说 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是第一个就是跟着老师 完成了这个 四年的心向学的学习 然后完成了这个 中医的考职业医师的症照 然后也学习了 骨骼肌肉的治疗学 整个的过程来说 肯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几乎可以用 欧星力学来形容 但是换来的绝对是一种 心如磐石的坚定感 而我自信他这些 丰富的学问 丰富的经验 可以成为我未来的 安生立命的根本 所以相对安心 就是如果说 当有一天我的父母年迈 然后健康 需要维护的时候 我可以相对安心 然后也能成为别人 给别人遮风挡舞的一棵树 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 我还在跟我的父亲 就是开玩笑 我说以后看我 跟你谁拿病人的锦旗 可以拿得多 然后我觉得通过 这么长时间学习 不管是专心学的学习 因为专心学学习很重要嘛 对于我的灵魂来说 它是一种独立的塑造 然后还是中医上的一些学习 因为中医上来说的话 我可以在世俗的一些资历上 可以跟我的父亲 有一些谈之 然后通过这些时间的学习 我觉得我可以 做到慢慢的自由 可以跟父亲 进行一些交流 因为以前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是没资格 跟他坐在同一张桌上 跟他去谈笑论道的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我可以渐渐放下这些包袱 可以渐渐地和他 不管是在灵魂上也好 还是在这个学术上也好 都可以和他就是 有一些自由的一些讨论 然后自由的一些谈笑 然后教材里面说的是 日土合相的这个女性 或者说日土合相的人 他对于父亲是一种尊重 而实际我的感受 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忽视 来形容 就是说它是我不得不去指使的 一个灵魂伤口 然后是我的血迹界限的一个根本 因为血迹界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活影忍者里面的一个词语 用来形容家族传承基因 然后带来了一个特殊的能力 然后一直到今天 我每当想起我的父亲 我都还觉得就是感受是很狂乱的 但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沉淀 这一系列的累积 我觉得我慢慢有能力 把他的灵魂归还给他 然后我的生命交换给我自己 我和他可以相对来说各自自由 我觉得真正的爱 可以在家里面开始留好 就这样一种感受 真的很好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话语 是你想要跟你一样 是日土合相在十二宫的女人 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我想对日土合相的人 尤其是日土合相的女性 去说一句 去直视那个让你放不下的 男性人际对象 并且从中了解到自身业力所在 认真的去学习占星学 用占星的手法去凝视 和他之间发生的一切 你一定可以超越 那个沉重的心理的男性的他 这是我想说 今天跟你的对谈 我真的觉得 你跟我十年前认识的 那个毛毛躁躁的 这个日土 和像在十二宫的人马座 跟如今的你 真的叫做截然不同 所以你们发现 其实自由意志还是很可贵的 太可贵了 然后我也谢谢 真的是非常谢谢 曾丽波老师 十年的陪伴 十年的灌溉和养育 其实你最终要感谢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 你的自由意志愿意超越 超越自己 然后你愿意用时间 比如说你很愿意用时间 来淬炼自己 所以最终你就可以化解掉 那个童年时候 你觉得父亲跟你的关系 父亲家族于你的 是非常沉重的 父亲的意志 对 然后你现在不是有个儿子吗 对 有个儿子 非常烦你 所以你也要常常带着你在星象学所学习到的领悟 去跟你的儿子相处 对 这个又是我一个日土和尚的一个功课 超级大图星 可以说是一个功课了 可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不也是一个灵魂的礼物吗 对 是啊 那我们今天的谈话就谈到这里了 好 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你是第三个来宾 然后你有听过前面两个人的对谈吗 有听过水月120的那一位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节目本身 它的趣味性在于它非常的真实 非常真实 非常生动 而且是 我觉得在这个占星学的 如果说我想要做一个占星学的咨询师 一定要去细细的去品的 因为很多坊间的这个学问 坊间的教材里面 它都是非常的笼统 比如说会讲水月120 大概一个是怎么回事 但是它不会去细分这个符马 也不会说细细的去 有这么多真实的生命的呈现 然后可以有这样一个素材 去让大家去学习 而且尤其会区分 我学占星学之前 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 学习占星学之后 又对它有一个 怎么样不一样的视角 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恶 那说不定呢 你今天的这个对谈啊 也能够对跟你一样 是太阳 土星 和像在人马座 落在十二宫的女性 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启发哦 那我就太开心了 谢谢你了 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小明月快乐 好 谢谢快乐 拜拜 希望朋友也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